换个焦点 击打华林日前爆发严重洪灾 国内各个组织短时间内快速动员 展开救援行动 对此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感谢中央政府、州政府、其他机构等各个单位 在事故发生后迅速协助灾民 国家皇宫总管拿督阿莫法迪 今天发文告知出 陛下对于最起事故导致三人丧命 以及超过1400名灾民被迫疏散感到难过 同时陛下也向罹难者的家属致哀 文告透露 彭亨州所有清真寺展现团结精神 在昨天的祈祷期间收集木针 以协助华林的灾民进行重建工作 陛下也促请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协助灾灾 从而减轻灾民的负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